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的公众号留言 问我 如果人生中遇到艰难时刻 该怎么办 这确实是一个 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一生中 不会遇到困难 甚至是艰难时刻 我无法告诉你一个 适合所有人的标准答案 但可以与你们分享两个小故事 当我遇到艰难时刻是 给我带来知识又历练的 一本书和一个人 一本书是新花字典 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艰难时刻 是童年辍学 当时 与我同龄的孩子都在学校里 他们在一起学习玩耍 而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放牛 割草 十分孤独 幸好在这个时候 我得到了一本新花字典 我当然也希望能阅读很多的经典作品 但当时的农村书很少 谁家有本书都市若珍宝 轻易不外界 只有这本新花字典是属于我的 我认识的大部分汉字 实际上都不是在学校里学的 而是在辍学之后 通过阅读这本新花字典学的 总之 在当年那种孤独穷困的环境里 就是这本工具书陪着我度过了艰难时刻 而且也为我以后能拿起笔来写小说奠定了基础 一个人是我爷爷 小的时候 我跟着爷爷去荒草店里割草 灰城时天象诡异 一根飞速旋转着的黑色的圆柱 向我们逼过来 并且伴随着沉闷如雷鸣的呼隆之路 我惊问爷爷 那是什么 爷爷淡淡地说 风 时间拉车吧孩子 风越来越大 我们车上的草被刮羊到天上去 我被风刮倒在地 双手死死地抓住了两层根系很深的牛筋桃 才没有被风刮走 我看到爷爷双手钻着翅膀 脊背绷得像一张弓 他的双腿的颤抖 小挂的被风撕破 只剩下两个袖子挂在肩上 爷爷与大风对抗着 车子未能前进 但也没有后退半步 大风过去了 爷爷还保持着这个姿势 仿佛一顿雕塑 许久之后 他才慢慢地直起腰 他的手指全曲着就伸不开了 爷爷与狂蜂对峙的模样 永远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那么我们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风来时 爷爷没有躲避 尽管风把我们车上的草刮得只剩下一颗 我们的车还在 我们就像钉在大巴上一样 没有前进 但是也没有倒退 我觉得从这个颜色来讲 我们胜利了 我的故事是老生长谈 不一定能让你们感兴趣 但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所以还是讲给你们听 但愿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 古人云 道俗且长 行则将至 年轻朋友们 当我们遇到艰难时刻 不要灰心 不要沮丧 只要努力 总是会有收获 期望 总是在失望 甚至是绝望时产生的 并召唤着我们 重整旗鼓 奋迎前进 一个人可以被生活打败 但是不能被他打倒 等着我想越是在困难的时刻 越是文学作品 能够发挥他的 直达人的心灵的作用的时候 二零二年 五四前夕 莫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